AICP-038的外觀是一株普通的蘋果樹 但它並不是只能接觸蘋果 AICP-038能複製任何接觸到它樹皮的物體 在接觸到樹皮後 物體的複製品會立刻開始生長 並且在幾分鐘內成熟 水果、蔬菜、零食、電氣、酒 甚至是動物和人類 AICP-038都能夠複製 不過這些長出的複製品重量不能超過90.9公斤 當生長出的物體達到樹重量時 它的生長會立刻停止 另外當複製動物和人類時 這些複製品會快速老化 平均只能存活兩星期 基金會也曾經使用AICP-038來複製AICP-173 複製品在生長到一半時就達到重量上限而停止 只具有一部分的傷半身 複製品的活動不受注視的影響 而是以極慢的速度做出攻擊的動作 AICP-500是裝在一個小塑膠罐的紅色藥片 服用一片藥之後 可以在兩個小時內治癒所有疾病 治療所需的時間取決於疾病的種類與嚴重性 儘管進行過大量實驗 所有對這個藥片的有效成分進行合成的嘗試 都以失敗告終 AICP-500也有許多的SCP交互實驗過 例如使用AICP-038複製AICP-500 AICP-500的複製品具有約30%的治療成功率 被複製出來後經過的時間越長 治療成功率也越低 AICP-500也被嘗試用來治療AICP-008和AICP-231-4 在AICP-500被AICP-914進加工後 產生了AICP-427 AICP-427是一個小球型裝飾華麗的銀色拋光小盒 它最寬處的周長大約3公分 AICP-427在關閉時不會表現出任何異常的特性 當它被打開時 能看到一個小光球在中心 這個光球只會發出可見光 而不會發出其他的輻射或能量 光球照射到生物組織後 能修復組織的細胞損傷 並且清除入心的化合物和感染 需要3-10天才能治好的普通感冒 在AICP-427打開的狀態下 可以在2-4分鐘治癒 AICP-427被用來部分替代AICP-500 並可以治癒大多數AICP-500能治癒的症狀 但是長期步在AICP-427之下會造成嚴重的健康危害 在小河進行療傷時 它會優化被治療者的生物系統 一開始被治療者對其病和毒素的抗性會上升 肌肉強度 疼痛忍受度增強 但一小時以上後 這些人會變異成一個不定型的生物 這些生物被稱為血肉野獸 有高度的攻擊性 並會對視野內的所有人發起注意知名的攻擊 它們可以抵抗絕大多數已知的武器 但會再設施1100度以上的食物力化 雖然沒有辦法準確地測量它們的智力 但推測完全變異體的智商超過人類 AICP-2203的外型是一個普通的愛情測試機娛樂設備 這台機器高1.9公尺 以美國莉木、黃銅和玻璃製成 機器前方有一個黃銅手柄 上方是一個長條狀的燈箱 在被啟動後 燈箱會回春的依次亮起每一盞燈並發出音樂 根據測試對象握住手柄時皮膚的傳導率 燈箱會顯示出對對象戀愛請求的評分 可能的結果包括 前載是一次 濕冷 無害 溫和 頑皮但是不錯 狂野 熱烈如火 熱情四射 非凡 和無法駕馭 ISCP-203還會送出一張名片 上面記載著某個特定人士的姓名與住址 此外還有幾句如何接近該人的建議 在所有的案例中 這些被名片提及的人都是真實存在的 對ISCP-203內部運作的測試沒有發現這些資訊的來源 也不知道他是以什麼方式選擇個人資訊 測試對象在接觸名片上提及的人後 都聲稱兩人很輕鬆地建立其關係 而對方也會以相同的正面情緒回應 測試對象和這個人建立的性 戀愛或是其他親密關係 都被證實能長期維持 可以預期結婚後生活美滿是正常結果 在關係知識期間 測試對象和該人都會出現皮質權降低 催產速和血管加壓速上升的表現 在所有案例中 ISCP-203都有考慮到測試對象的性取向和戀愛傾向 但這種親密關係並不是異常 而且能被破壞 最初見面時 如果使用的方法讓對方感覺到安全感不足 會阻止對方與測試對象進一步交流接觸 關係建立後 如果有一方出現暴力行為或背叛行為 關係會正常瓦解 ISCP-203的異常性質 只能挑選出對測試對象的人格能做證明回應的人 並不能強化雙方建立的親密關係 ISCP-47-1是一個直徑5公分 重1.37公斤的綠色球體 具有海綿般的表面質感 ISCP-47-1觸感溫暖 具有和人類類似的溫度 ISCP-47-1能不斷地以大約每小時10cc的量 分明一種綠色黏液 ISCP-47-2 這些黏液算帶有惡臭 但是無毒、無腐蝕性、無放射性 只要不接觸屍體它是很安全的 ISCP-47-2可以食用 能用來調酒、製作沙拉醬、作為醃料 ISCP-47-2也能被混入汽油、墨水、油氣、蠟燭、水泥等等 使這些東西的效果變好 ISCP-47-2也可以被清煉為潤滑劑 當槍梯被泡在ISCP-47-2後 它的後座力減少 子彈發射的最大速度增加、加速度增加、精確度提高、最大射程也增加 ISCP-47-2是一個用途很多的ISCP 只是覺得不要讓它接觸到屍體 ISCP-294是一台咖啡販賣機 具有一個輸入用觸控板 當投入50枚分硬幣後 使用者能夠以觸控板輸入任意液體的名稱 接著機器會放下標準的12盎司紙杯 諸如此指定的液體 這些液體包括水、咖啡、啤酒、蘇打水等飲料 還有硫酸、雨刷液、雞油等不能飲用的液體 甚至是通常不以液態形態存在的物質 如蛋、鐵、黃金以及玻璃 ISCP-294能讀取人的思想 以給出符合指令的飲料 此外抽象的概念、音樂、醫學知識等等也能被輸出 實驗發現ISCP-294不是依靠本身生產液體 而是從其他地方遠距回收這些液體 因此像鑽石這種無法以液態存在的物體 或是絕種動物的體液等等 ISCP-294都無法輸出 當輸入這些東西時 都會得到範圍外的錯誤訊息 ISCP-1689是用褐色、粗糙、黃麻製作的麻布袋 裡面裝賣馬鈴薯 在其穩定狀態 ISCP-1689重量是40-50公斤 並裝有約200個馬鈴薯 ISCP-1689的內部是一個巨大的一次元空間 被稱為ISCP-1689-A 目前不確定它內部的大小 經過測量至少1萬立方公尺 可能還更大 並且完全裝滿馬鈴薯 當ISCP-1689-A的一部分被空住後 附近的馬鈴薯會長出類似腫瘤的凸起 並最終分裂成一個完整的馬鈴薯 它的生長速率是以指數成長 大約2小時增加2倍 普通的馬鈴薯或其他可以使用的快筋或快根 像山藥和番薯 被放進ISCP-1689後 也會產生一樣的效應 在基金會對ISCP-1689之類的探索中 除了無盡的馬鈴薯外 他們發現ISCP-1689內部有像個混凝土墻 地板、天花板的結構 除此之外還找到了樹和腳踏車 說明似乎有人在此驅逐 但在找到更多證據之前 探索隊耗盡了用來分解馬鈴薯的霉 最後受困 被之後到來的第二支探索隊所救 ISCP-158是一個來自小凱撒披薩連鎖店的大披薩盒 ISCP-158被認為是半感知的 或至少擁有某種心靈感應能力 它平時是一個普通的披薩盒 在與人的手接觸後 它會瞬間在內部複製出一個 接觸者潛意識裡最喜歡吃的披薩 包括醬汁、起司、餅皮和餡料 它提供的披薩涵蓋所有主要披薩連鎖店的披薩種類 甚至包括地方特有的披薩和手工製作的披薩 它能無限地生產披薩 而且它的餡料一定符合正常人類的食用標準 但它不能製作披薩以外的食物 ISCP-158無法被破壞 所有摧毀或拆開它的嘗試都失敗了 這個披薩盒後來被放置在賽石C的餐廳內供遠供免費使用 ISCP-662是一個小鷹首領 4公分高,就長2公分 中間缺少了脊椎 一段題詞被時刻在手鈴的內側 寫著 永屬於我,SJW ISCP-662是會受損的 不過它非常安全,因此破壞是不必要的 當這個手鈴被搖動時 會聽到一陣柔和的鈴聲 但這鈴聲不是由手鈴發出的 一名矮小且穿著的體面 自詢為英國文化遺產的高加索義管家 自稱Mr.Diss 會從最接近的視線外位置 通常是轉角附近出現 Mr.Diss會以適當的頭銜和姓氏 稱呼搖鈴者 並詢問他們的願望是什麼 大多數對Mr.Diss的合理請求都會被滿足 不過他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他無法製造非常複雜的物體 像跑車、豪宅或私人飛機 不過如果他被允許離開視線再回來 他可以製造較小、複雜程度較低的物品 如火腿三明治、一杯冰茶 甚至更奢華的物品 如魚子匠或金磚 Mr.Diss也會執行普遺時的任務 例如清洗車輛、準備食物、清洗浴室等 簡單的廁殺等任務也能完成 如果請求被管家認為是不合理或不可能的 他會禮貌地告知搖鈴者 並提供替代方案 如果有的話 處於視線內時 管家並不能免疫傷害 如果被殺害或受傷 他會維持著死亡、受傷狀態 直到他離開視線範圍 當再有鈴聲召回時 所有之前的傷失都會消失 而且他會打扮妥當及穿好制服 準備好接受下一個請求 ISCP-2000是一個處於地下的基金會設施 它用途是在K級世界末日情景 不能被阻止的情況下重建文明 以防止人類左向滅絕或近乎滅絕 從設立開始 ISCP-2000已經被啟動過至少兩次 與ISCP-2000的修建和歷史相關的記錄 推測在第一次啟動中一時 設施的主要能源是一台液態孵化圖反應爐 估計總輸出1GW 設施內也安裝了一台第一個發電機 因為該地區有活躍的火山活動 發電機能為在預備狀態下的設施無限期功能 ISCP-2000還配備有水淨化設施 空氣淨化與循環系統 水更栽培上訪 和足夠1萬人用作居住的房屋 為了完成其主要任務 ISCP-2000中配備了50萬台 Brite Zachin 人類複製機 在巔峰狀態下 ISCP-2000能每天生產出 10萬名能生長發育的無異常人類 該系統會從區域的溫泉和地底岩漿中搜集材料 並配有一個儲存有所有移植人類基因組的電腦記憶庫 通過這些輔助 該系統能夠重建任何移植的人類基因組 或依照需要創造新且獨特的基因組來駐入人類社會 這些被生產出的人類能夠直接推進到任何年齡 除了能夠調整身體結構外 這系統也能夠植入記憶 基金會許多人員 包括所有持有4、200級以上許可權的人員的生活時 神經元掃描和基因組都被保存 以確保SCP-200的啟動 在僅有一人存活的情況下也能正常進行 在基金會租制K級情形失敗的情況下 SCP-2000的安保將會解鎖 允許任何基金會人員啟動CYA-009程序 如果在20年後SCP-2000人員就未啟動 安保將進一步解鎖 允許任何非異常的人類進入設施啟動程序 一旦啟動SCP-2000的內部監視系統 將會嘗試確認所有4、2000級人員的位置 並評估其狀態 沒有被找到的重要人員 會依照最近一次的神經元掃描記錄被複製 並在任何其他系統啟動前被喚醒 在職業人員再生後 安保系統會回到正常狀態 一名被授權的5、2000級人員 在SCP-2000的BDHR控制單元中 蘇武恢復日期後 會開始執行巴薩路靈異程序 系統會開始生產旋定時間段的傑出政治文化領袖 並複製旋定時間段的全球的普通民眾 ISCP-2000大部分的樓層空間都被用於存放建築材料 建築工具、工廠機器、農業工具和電子資料的儲存裝置 除了基礎建設之外 還有一個存放有數千份著名藝術、音樂、文學作品複製品 和整個文化備份的文化倉庫 已被其他所存點在事件中遭到破壞 第一批被封閉在設施內部的人類 會在他們被創造之時 被告知ISCP-2000的存在和功能 使他們能直接參與文明重建 並且最先被生產出的500萬人類 會被設置重建所需要的技能 隨人口的增長 人口離散和文明重建會以幾何倍速加快 經濟和農業基礎建設將以最快速度恢復 預計世界人口、工業生產、農業生產和文化 會在程序執行25到50年後 恢復到西元後2000年的水準 最後機器刪除藥劑會釋放 抹去全體再生人類 對他們與基金會之間關係的記憶 之後歷史將會依照選定的日期繼續推進 另外 SCP-200 也運用了斯克蘭頓限時穩定錨 使他不會受到限時扭曲的影響 還具有 Zank and Nesta Cycles 連續時間槽 使他免疫所有會讓SCP-200 不曾被建造過的時間異常 以上就是10個最有用的SCP 但這只是我個人的意見 大家也可以留言討論 什麼是你覺得最有用的SCP 支持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幫我喜歡 不喜歡的話就按不喜歡吧 希望我做成為SCP的主題 可以留言告訴我 就這樣 掰掰 掰掰